入冬是心血管疾病的耗發季節 很多人容易覺得下肢冰冷或者是腳痠腳麻 這很有可能就是下肢動脈痠塞的前兆 也就是俗稱的腳中風 一時提醒 由於腳中風和足底筋膜炎的病症很相似 容易被民眾給忽略 如果延誤就醫的話 可能會面臨要截肢的風險 先進了你都會那個 像那個舊傷的地方都會痛 老人家是他說先進了都會關節 他會痛 因為腳是麻 因為我有面子進來去當 入冬天氣逐漸轉涼 有些人會出現雙腿麻木或痠痛的反應 有時候甚至痛到無法走路 這時可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狀況可能不是一般 關節炎或筋膜炎 而是罹患下肢動脈痠塞的前兆 也就是俗稱的腳中風 天氣突然變得很冷或寒流來襲 血液循環開始變差 我們這個周邊血管阻塞的疾病就會惡化 腳突然就開始非常冰冷 甚至沒有辦法走路 腳會缺氧的疼痛 像之一場冰冷莫名麻木或疼痛 甚至出現傷口 這些都是罹患腳中風的症狀 醫師表示腳中風耗發於高血壓 高血脂高血糖的三高患者 或是久坐不動的人 加上秋冬氣溫降低罹患風險提高 一旦發覺類似病症一定要馬上就醫 這樣子沒有處理的話 腳的傷口開始惡化開始壞死 或是血管出現阻塞 那時候腳就會面臨到血管不痛 甚至要截肢的風險 由於腳中風初期會出現間歇性薄腳 距離越走越短等情況 與足底筋膜炎很類似 若延誤就醫很可能面臨截肢風險 另外醫師也提醒 吸煙也會引起腳中風 因此年輕人同樣不可待乎 呼籲盡早戒煙 維持良好作息與規律運動 避免腳中風 腳上升 記者 台東市報導